亚西安在吉隆坡召开部长级紧急会议 讨论非法移民课题 除了同意加强情报交流 追查人口贩卖分子 亚西安也同意设立一项基金 为难民和人口贩卖受害者提供保护 不过将率先捐出20万美元 出席会议的外交部第二部长马善高表示 人口贩卖和偷渡是跨国问题 他欲请其他成员国做出贡献 而不是让某个国家单独负起重责 感谢观看